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5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对于中国的二十大结果 美方做出了回应 称他留意了近期战略对手中国的二十大 大会确认习近平继续为领导人 对此美国强调 保持沟通渠道通畅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二十大不会给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带来改变 他说我们欢迎中国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 继续进行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方面 他强调这也许是美国拥有的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则在另外一场简报会中说 拜登和习近平已经作为国家元首交谈过五次 但是对于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上 两人是否会亲自会面尚且没有进展 但是美国会努力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的通畅 在习近平的任期内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恶化 而华尔街日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 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习近平第三任期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 文章写道 美国的领导人曾经希望中国强大繁荣 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 和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 都说过中国强大繁荣和成功 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在过去的十年中 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 而非合作伙伴 认为中国一心想要取代美国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因此虽然美国不希望中国变穷 但是他不再支持中国继续变富 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更有力的竞争者 本月拜登政府对中国获得半导体设备和人才的 全面新的限制就体现了这一意图 研究人员表示 这些限制不仅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而且能够扼杀中国技术产业的大部分突破 美国一直到2012年左右 历届总统都认为 接触会使中国在政治上更加开放 更加以市场为导向 更加投入到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 然而自从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 这些希望已经破灭 现在西方专家的普遍共识是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的长期前景总体上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因此文章认为 他获得第三个任期 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 至少在经济方面 文章指出 习近平领导下的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不再像邓小平曾经建议的那样韬光养晦 中国已经将南海军事化 对韩国、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家使用经济胁迫 并且在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升级了战斗 而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 它消除了西方对华政策的分歧 令欧美国家的对华鹰派都成为了大多数 在美国的两个政党中 对华鹰派都占了上风 德国曾经是欧洲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倡导者 而今天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则呼吁 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而不结盟的印度也正在向美国靠拢 中国的经济表现增长速度 其实与世界银行十年前的预测差不多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人口的老龄化、人口萎缩 以及投资主导性增长模式的收益递减 这些都在预料之内 但是现在问题是经济学家认为 习近平并没有做很多努力 来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阿佛大学的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说 习近平是作为经济改革者上台的 他要把经济从投资房地产中调整出来 但是现在这些并没有发生 而在习近平的改革过程中 他致力于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对改革则显得三心二意 或者说要服从于政治优先事项 文章还指出 习近平与其他中国领导人 真正不同的地方是对私营部门的处理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良性的忽视下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公司 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比如说阿里巴巴 腾讯 大疆 字节跳动的前身 今日头条等等 习近平则对他们进行了约束 并且坚持要求所有私营企业 服从党的优先事项 虽然近几年来外国的资金 仍然在涌入中国的初创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会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的几率 已经变得很低 专门研究中国宏观政策的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龙经济表示 对美国来说 习近平的经济政策远不如它是否发动战争重要 习近平看起来并没有很好的判断力 他说一个负责中国军事和核武库的人 没有很好的判断力 这不是正符合美国的利益吗 而与此同时在越南 越南政府周二表示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将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访问中国 对中国的访问将是年事已高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罕见的一次海外访问 这位78岁的越南执政党党魁 上周日向习近平发来贺电 祝贺他再次当选中共总书记 阮富仲表示 他愿意同习近平一道推动中越睦邻友好 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 期待早日同习近平再次见面 而周二中共中央就对外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将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样阮富仲就将成为 二十大闭幕之后首位访华的外国政要 越南经济目前快速发展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越南经济发展重要的进口来源 包括为越南重要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机械 根据越南官方数据 今年前9个月 越中双边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 达到了132亿美元 占越南总进口额的70% 尽管中越两国长期以来存在不信任和领土争端 但是两国执政的共产党 仍然在官方层面上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 与习近平一样软腹中的任期也超过了通常的一两倍 他的最后一次出国是去俄罗斯 越南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后五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加三国为古巴老挝和朝鲜 而在欧洲方面 中国的国企中原海运 入股德国汉堡港一处集装箱码头的计划 在德国引发巨大争议之后 有迹象显示最近双方可能达成协议 接受一项降低持股的妥协方案 本周一德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 在中原集团试图入股汉堡港 在德国遭到大规模批评之后 出现了一个可能的折中方案 那就是中原集团将获得德国福地集装箱码头 24.9%的股份 而非之前计划的35% 而股东只有在持有25%或以上的股份时 才有否决权 也就是说中方24.9%的持股比例 让中国失去了否决权 另外10%的股权 将在一个冷冻期之后 才有转让的可能性 中方需要在冷冻期期间证明 自己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一位德国政府官员表示 曾经反对这笔交易的德国总理肖尔茨 和其他部长可能会同意这一折中方案 中原集团也将接受减少持股比例的选项 在有关折中方案被曝光之后 对华鹰派的德国绿党 周二再度强调了他的立场 向中国出售关键基础设施是危险的 绿党主席说 虽然减少中国国企的占比 可以减少风险 但是希尔茨总理不制止 这项交易是错误的决定 去年9月 中国的国企中原海运表示 计划出资6500万欧元 收购德国汉堡的福地集装箱码头 35%的股权 而汉堡港是中国与欧洲之间 货物运输重要的物流枢纽 中原集团有意将汉堡港福地码头 打造成在欧洲的首要转运枢纽 由于事关德国重要的基础设施 这桩交易需要获得德国政府的批准 目前审核程序正在进行中 审核将延续至10月31日 在审核期结束前 德国联邦政府可以阻止这项交易 而德国媒体明镜报导称 即将表明 在内阁层面可能无法做出 全盘阻止收购计划的决议 因为总理府尚未将这一事项 列入议事的日程 而如果内阁在本周之内 无法做出否决 那么收购案程序上 就将会被视为得到了批准 中国的国企就将正式入驻德国汉堡港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